这两天,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手画脚,北约总部炸开了国,远道而来的特朗普一边痛批欧洲盟友太小气,对北约贡献太少,一边仿次德国被俄罗斯绑架, 就在特朗普满世界讨债的时候,去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,7月12日报道,德国巴斯夫公司9日在柏林举行的一个仪式上,统一资资100亿美元,在中国广东盛建设一家大型工厂,彭博社认为,两国间的这一合作,应该让美国感到担忧,彭博社报道截图文章介绍称, 巴斯夫公司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上市化工企业,该公司在德国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中,经常扮演出出决策,1990年,在柏林墙倒退一周年之际,该公司就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,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, 该企业代表了巴斯夫公司最牢骨的伙伴关系之一,文章抽,这一合作是中国企业与德国工业支柱企业,包括宝马,新门子和大众,之间本周缔结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, 这些伙伴关系是围绕电动汽车,不然气轮机和云计算领域建立的,而在这些表面手段背后,不难看出目的,在中国与美国迅速升级的贸易战中,欧洲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宝贵盲友。 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发言,香港南华早报则认为,中国也希望表明,它对向外国投资者,开放系市场是认真的, 这为德国一道支持世贸主治管理下的多边权,求贸易体系铺平的道路,英国路透社对此表示认同,文章称, 如果北京今年来没有逐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,巴斯夫公司在华建厂原本是不可能的, 对此,德国总理默克尔直言,这表明中国在这些领域开放市场不是空谈,而是行动, 默克尔正准备出席卫约峰会一场新闻发布会,在华盛顿邮报看来, 特朗普政府如今是在筹势全世界,其不行的大边主义,必然会遭到打击, 欧洲伙伴如今已经心里凉了大半截,与中国牵手是必然发展趋势,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报道,默克尔对外声称, 德国和中国有着维持世贸组织规则体系的共同愿望, 两国将携手维护多边主义。 报道指出,德中经贸关系已经在持续升温, 去年双边贸易额约为1860亿欧元, 约合人民币1.45万亿元, 中国因此连续第二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, 巴斯福公司负责人与中方代表签署合作书, 不仅是对德国,中国已清楚明晰地面, 向全世界表达了开放的态度。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, 中方在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表示, 中国将继续努力开放市场, 欢迎各国单程中国经济快车,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。 去路透社盘点称, 如今已有多家外企与中方成功实现合作, 荷兰黄架峭台集团今年5月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, 在惠州合作开展中海峭台花工二期项目, 去年年底, 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生产商, 埃瑟森美孚公司与中方签署 汇州石油化工综合体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量解被忘录, 除了接受海外投资, 中国也在多个领域中, 积极投资海外项目, 德国把兰克福汇报评论称, 中国在越身为自由贸易的大保证方面的尝试是清晰的, 其最令人信服的论据就是他们的投资, 在四首支部倡议中, 至少投资一万亿美元, 亿美元, 越和六地基约人民币, 对于中美的巨大反差, 彭博社评价说,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寻找战争, 中国却在寻找合作伙伴, 来源参考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